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的声音来陪伴你 欢迎大家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聂华 我是方玉 在我们谈到不爱就散里面 其实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有好多它是垂直的 两代之间 然后影响到下一代 这个个案很典型 因为我们等等会聊 我也听过类似的 真的 这个案例当然对我来说 我来讲是一个比较 有点小带着一点小遗憾的 是这样 有一对老夫妇 他们其实家境还算不错 他生了四个孩子 这四个孩子也都成年了 其中老妖就是我们可能 现在会称他为啃老族族 就是他一切的开销用度 都是他父母知应 对 然后也没有一个自己的工作 即便已经成年了 他所有的支应都还是来自于家中的这个钱 那这个老先生你知道在上一辈 他都会很习惯把钱就交给老婆来管 OK 然后呢 所以所有的财务管理权都是在这个老妇身上 结果有一次呢 这个他的老公啊 因为长子就跟老公 跟他老爸说 爸我想要去投资一个什么 那我需要一笔资金 那也就从这里引发了一个导火线 也就是说 因为老大刚好要去做一个投资事业 所以老爸也支持了 所以就说 老婆啊 那个儿子说了什么 他需要这样一大笔钱 那这个老妇突然就支支吾吾了 那个现金哦 怎么了吧 那那个现金给老妖了 对 好 就给老妖了 哇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 也就是说 你给这么一大笔 我现在可能一个现金流量是很大的 你既然说都没了 因为那个 我刚才讲的那个啃老族 就是不断的要不断的要 那这个 你知道这个老妇 在婚姻当中 其实经常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情绪配偶 也就是说 当你的老公没有任何的功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某个孩子会突然变成了 情感上或情绪上的配偶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难过 所以那个啃老族是他老妈妈 在家里面的情绪配偶 所以他什么事都会讲 老爸就是一个怎样怎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老妈 就特别喜欢这个老妖嘴巴特别甜 所以钱呢 就这样一块一块一块就不见了 那这个你知道吗 当这个老妖经常帮妈妈讲话 那时候这老爸一定是不爽啦 就是不开心啦 对不起 然后所以呢 他就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也就是有了这个肢体冲突 他就打了这个老太太 然后这四个孩子里头 就有一个女性呢 就是也是成年 其实她并没有住在家里的 然后就他妈妈就哭着去找他女儿了 他女儿说爸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大哥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因为大哥没有拿到钱也手 就很生气 你有什么钱都给老妖却没给我 那这件事情 手足跟子女亲子跟伴侣关系 全部闹成一团 那只有一个最亲近的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女儿在外租房子 即便他家再有情都跟他无关 所以这个老妈就投靠了这个小女儿 投靠这个女儿之后呢 这个女儿就来找律师了 就说 他想劝他爸妈离婚 对 他觉得这种暴力跟这种哥哥 他就说 老龄欧妻这样 对 然后又加上这样的 你在家中的地位被这样子搅 然后那个哥哥也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种情侠下你要保护自己 因此这个老妈就有了律师 那有了律师怎么处理呢 这个第一个会有个保护立马 然后会有个离婚诉讼 然后又怕这个财产突然不见了 所以又有一个假扣押等等 这种法律上的策略 都来保护他母亲了 那这个母亲呢 这样之后呢 就开始这个老爸就知道 哇 你找个律师啊 好 我就能动用了一点关系 你知道老夫老妻就一定有个共同朋友 就开始去嚼舌根了 我跟妳讲 女女儿就是要图谋妳那份财产 就是收容她 在家暴里面收容受伤的妈妈 然后那个女儿就被讲成说是另有所图 对 另有所图 否则她干嘛帮妳找律师呢 那所以呢就在这里头 她就突然翻脸说 女儿你怎么是怎样怎样的人 她女儿说我没有啊 结果这个老妈呢 我觉得人的脆弱是这样的 她终究是想要回到她老公身边 回到她 啃老族的那个孩子身边 孩子身边 所以你知道当这整个事件要落寞的时候 总要有个戴罪羔羊 她女儿就成为了这整个事 收容她妈妈的女儿 变成了这个整个家庭的戴罪羔羊 所以全体的人都怪罪于这个女儿 就是妳把妈妈带离爸爸身边 然后妳还找了律师 要这样爸妈离婚 我们觉得妳可能呢 也是不安好心 最后想拿掉所有的财产 对 这真的太悲惨了 真的很悲惨 所以这个老妈 所以她妈妈的倒戈真的也是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趣 过境重渊没有不好啦 对但是怎么会 但因为她是家庭暴力 很严重的家暴啦 那其实平常爸爸就对妈妈 就是都是羞辱性的 所以她才有了一个 情绪配偶的老妖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那种精神暴力 到后面的严重的肢体暴力 这个女儿真的是做对妈妈 尤其是母亲不知道 画界线的情下 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情下 女儿给了最大的一个帮助 可是却没有被妈妈所信任 那她这母女还有关系吗 没有就从此就 就是你过你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 就很落寞啦 就形同实实上 断离母女关系 对 她再不想过她妈的任何事了 对她女儿就非常非常的受伤啦 所以我从这个个案也看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说 为什么 当然我不知道母女怎么去看待这件 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个母女关系的 我觉得是说 家暴不可原谅 所以她 因为你不晓得你母亲哪天会不会 重拳就被殴死了 是啊 但如果我们除掉家暴这个部分 我觉得成年子女对于父母之间的争吵跟举语 我觉得都会变 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化 对 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建议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配偶之间的争吵或举语 我觉得别人在给意见的时候 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很多人最后都变成这个女儿 就是配偶之间她还蛮容易离跟合离跟合 她有时候变成一种振动频率 就是你不晓得那种振动频率已经多久 那你在某一个时点 你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 你也看到当事人 她非常求助 然后你给了她很多意见 可她走到那个濒临点她不离了 那也没有错 但你就变成那个呆罪羔羊 或者是在共同的朋友圈里面 或者是她那个配偶如果不理性来找你 比方说动拳脚啊 如果是在一个家暴 老师当你给意见的时候 你可能要退到一万步去想 最坏的情况你被卷入里面 你受到搅扰有多少 老师那我出那个难题给你了 今天你有个朋友 你也知道前阵子有沸沸扬扬的事 因为你叫朋友 夫妻都是共同认识的对不对 对我出个难题给你 听起来你是难题 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你讲讲 好啦就有人跟你说她被家暴了 那她要离开这段关系 那老师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又怎么去说呢 我觉得家暴跟离开这段关系 其实是 我觉得说有没有一个缓冲 因为这个人 第一个就是这个人 他跟你离婚的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足够的支撑去处理 好我们就用A 因为我越谈了这么多 多急了 我觉得离婚 进入离婚这件事情 是一定要去想好 你有这么多的支撑 经济上的支撑 还有时间 我觉得时间成本很高 还有你的情绪的耐受度 因为你是主动提出来的嘛 对的 如果你主动提出来 你觉得这是你最后的解方的时候 那要一步一步把这个 等于是你的战略目标是要离掉 那战术可能要先把它准备好 因为很多人在那个的当下 他的情绪是很高张的 所以他只想要战略目标 可是没有战术的准备 对 那这种朋友可以成为一个战术准备者吗 我觉得要看交情有多深 就是你有多疼喜跟爱护这个人 不然的话我今天讲的是说 一般性的 这里面没有我的personal意见 那不叫隔岸关火 我觉得你要 你可以给意见 那是不是叫leap service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你能够陪伴 但是你可以进入或是卷入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自己要想清楚 对 所以当怎么样进入跟卷入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 你可能就做一个陪伴者 A选项 B呢 就是一个转介者 也就是做资源转介跟支持者 资商啊 对 或者是法律啊 律师 那C呢 有个叫做道德劝说者 我建议大家都不要走到C 不要理啦 是不是 不要讲道德 就是道德的劝说者里头 会带着自己的评价 还有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经验 那我也跟各位讲说 遇到这种类型的时候 A陪伴者同理倾听 B呢就是支持跟转介 C呢就叫道德劝说 也就是说何也好 离也好 你都不应该是决定者 就是你被征询的人 你不应该是他的人生的决定者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经常看 有人会那么主动积极的想 跟别人说 你就是应该这样 不然 好多人 你不会觉得长辈更会吗 或者你的闺蜜一定会吗 那个人就是怎样怎样 你一定要 或者你的girlman也会吗 对吧 我不知道 但是这种人通常不会是我的闺蜜 对不会是你老师的 也就是说 C会有一端的 会有一大堆的这个道德劝说者 来自于你的家庭成员 你的长辈 或是来自于你的好朋友 这个都很多的道德劝说者里头 都有做了一个帮你做决定的人 那帮你做决定 应该在个案中有碰过 有有 那你就经常为什么 那就意味着什么 很多的人不敢为自己的决定 做承担 他把责任推到你身上 而且我觉得道德劝说者 有时候我会有个感受 他通常 有里面富含了很多他自己的经验 最好如果别人跟他一样 他是可以 中文怎么样 可以加强他是对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有一种 强化自己 所以他会有一种奇异的一种 非常强迫性的就是说 就是应该这样 如果你不这样就怎么样 对你不这样你就笨了 你就傻了 你如果不这样你就如何如何了 对那是为他自己的很多经验 选择的安全感 大家跟我一样 就是我这一国的人其实是蛮多的这样 对有些是自我议题的投射 然后甚至有一次跟老师讲说怎么样 你的朋友也要小心 有时候他不一定希望你幸运 有时候是比较出来的嘛 对不对 你的幸运对我来讲是一个剥夺感 我每次跟你在一起都觉得 哇你怎么那么好 这也是人性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挑战那个人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形 我建议你就是可以刚才我讲的资源转介的其中一项了 就是人身安全的法律措施 我觉得你可以让大家看这一集也可以 通常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时候 目前的都有个民间团体都有在社会局里面有个委托案 就庇护所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那边做短期的居住 它不是让你住那么久的 有时候两个礼拜 有时候一个月嘛 这次只是让你人身安全在高冲突或高暴力期的时候 你让你有个短暂的一个庇护的地方 称之为庇护所 第二个呢 在家暴法里面有个心理上的资商辅导 包括社工也帮你转介心理资商师 他好像有六次还是几次的 我想每个县市政府不太一样 第三个呢 有家暴法的法律辅助 包括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保护令 或者如果因此而离婚的话 也有一些离婚诉讼的一个协助的咨询 那那样的咨询呢 通常这个民间团体或社会局呢 你不会因此而付法律咨询费的 他有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律师 还有法律辅助基金会都是如果说你处在一个弱势而需要的话 这些单位你都可以去找他们的 不过我觉得今天个案里面 这个女儿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同情 心疼啦 心疼 对然后后来被整个也被他母亲在情感上面抛弃 我觉得是这样子 哇那个情感抛弃 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之后我再跟老师再聊一个母女议题 我觉得母女关系跟母女的和解一直是在我现在处理家事案件常见的 但是好像都欠缺这样子讨论 社会上欠缺这样的讨论 好所以我们每集好像都会说 这个我们下次另开一集 下次要记得哦 如果不记得 Viewer请你在下面网友 所以你上次有说那集要讲哦 今年有很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而且我们的分享是想听你的留言 你分享给我们 好别忘了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